三岁男童突然要妈妈进超商,出来后点心给浪浪暖翻大家的心。 带孩子亲近动物,能让他们学会爱与尊重。 网友钟明珍家中就有两只狗狗,三岁儿子安安每天都与两个毛孩一起玩。 不久前,钟明珍带恩恩去诊所看医生,之后买了一个面包准备给他当隔天的点心。 这本来很平常,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所有人都觉得很暖心。 钟明珍带恩恩去吃宵夜,正在点餐时,恩恩突然说要去旁边的七至十一一下。 原来他看到超商门口有一只流浪狗,担心他饿肚子,就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吃。 钟明珍将这一幕拍下来,PO到网络说,觉得很欣慰,一个快三岁的孩子竟然这么爱狗,还会担心狗狗明天没东西吃该怎么办?孩子就是张白纸,你给什么他就学什么,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是个好孩子的。 影片中的浪浪很友善,吃东西时也很轻柔,但网友们看到恩恩直接是守卫,担心他被咬到。 钟明珍解释说,让恩恩喂食之前,有先跟狗狗打招呼,确认他没有攻击性。 有教他要先把手手放低给狗狗闻我们手上的味道,之后才可以伸手摸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恩恩很有爱心,妈妈的教育也很棒,深叫言叫,很重要。 恩恩谢谢你哟,芬朗还一餐温饱,妈妈的教育很重要。 恩恩真的是懂得尊重生命的小孩,善良爱护动物的小孩不会变坏,也太棒,你教得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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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阿母都这么有爱心了。 儿子也一定是的啊。 恩恩这么小就懂得照顾小动物,是因为从小就与汪汪一起生活,再加上妈妈的言传生效,才这么有爱心。 生命教育果然要从小做起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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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